大家好,我是文明 当今社会是一个非常动荡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 很多人可能有感觉最近发生的事情非常大 他这些事情对于整个中共的这种冲击 对于习近平的冲击都非常的巨大 今天又看到一个特别大的消息 这个消息我看到以后 特别是对于我来讲 我的感受 有这个消息简直太怎么说 对习近平的打击太大了 咱们得一起来好好看一看 他这个事情对于体制来讲 对于中国的科技 对于中国的外交经济 都是一连串的这种打击 什么消息呢 可能很多人都看到了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荷兰计划限制ASML在中国维护和维修 它的半导体设备的能力 限制这种能力 主要就是光刻机这个消息 然后说荷兰政府很可能 不会在ASML在华维修和提供设备的许可 于今年年底到期后 为其续期 取消这种支持可能会导致至少部分设备 最快在明年就无法运行 这个消息 当然看到这个消息以后 很多人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这样的消息太多太多了 这里面咱们把这个事情 这次他整个这个消息 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 它有这么几个关键词 第一个是什么呢 今年年底就剩几个月了 今年年底到期 就这个许可 然后还有第二关键词是 维修和这个就是说维护 维修和维护 不是给你卖设备 是你对你现有的设备的 这个维修和维护 这个事情要停止 而且这里面 还有一关键词就是光刻机 就这么几个状况 咱们一起来整个分析分析 就是说 唯一强调一个观点 芯片 半导体芯片 它就和水跟空气 跟这个就是说美元一样一样 甚至它在某种程度上 是更重要的 在今天这个时间点 对吧 当然你说比水比空气更重要 有人可能理解 有人可能不一定认同 但是这只是我的一种感受 或者稍微夸张一点 咱们就这么讲 那么现在 就是它这次 这个信息 它整体上是 时间点 就是非常明确 就剩这么几个月了 而且实在 我再说一遍 是维修和维护这一块 那么维修维护这一块 如果停了的话 整个光刻机 就根本就没有办法运作了 直接就瘫痪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 你就不要再做光刻机了 就不要再做芯片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以前你说 对中国的各种各样的限制 比如说 对设备的出口禁令 对原材料的出口禁令 包括对于高端芯片 不让出口到中国 但它整体上 对成熟制程这一块 28纳米以上 这一块还是限制的 没有那么严 而且在28纳米以上 这一块 就是中国 它有很多自主生产的能力 原材料也好 设备也好等等 而且它也掌握了一些光刻机 就是不是极紫外光刻机 深紫外光刻机 这块 中国已经有很多项目的设备在这了 也就是说什么 如果没有这样的禁令的话 那么中国自己靠现有的设备 然后自己的自主研发 它起码能在成熟制程 就28纳米以上 这一块它能继续维持 能维持一段时间 这一块其实也非常重要 它对于很多军事领域的芯片的应用 因为军事领域 它对芯片的大小 可能不会太在意 因为飞机很大 飞机也好 很多武器很大 它不像手机那么小 它也不会去考虑什么耗电 等等这些东西 你知道吗 所以说这一块 其实中国它一直在 想尽办法发展这一块 而且它产能也非常大 现在也对全世界造成了某种冲击 因为它大量的倾销 中国大量生产的成熟制程的这些芯片等等 但是今天这个情况 它就是完全对光刻机进行整体的维修 和维护的限制的话 那基本上很快这些设备就瘫痪了 其实以前我一直讲 我去韩国的企业 特别是SKINX 经常会看到ASML 他们的维护人员 他们的设备解救人员在那 长期的驻扎 才能保证芯片厂 持续运作下去 否则的话 整个芯片的设备 一旦出问题 一旦停下来以后 它芯片设备的生产线 跟一般生产线还不太一样 一旦停下来以后 想要再重新运转起来 难度太大太大了 成本太高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也就是说 这次如果荷兰正在年末 停了这个许可证的话 那这个感觉就怎么说呢 以前我经常说 现在整个芯片领域 美国台湾也好 韩国日本人家现在都是 坐高铁坐飞机 中国这边还是在拉牛车 就这种感觉 已经开始达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如果把这块停了以后 你牛车都拉不了了 那就等于说 给你两个腿上放两个铁链 你就只能是 走可能都走不了 就等于把你给绑起来了 你没有这个设备 没有光刻机 你怎么做 对吧 日本也不可能 Nikon也不可能 给你提供光刻机 然后你说中国说 我们自己可以生产一些 光刻机 中国自主是有一些光刻机 但光刻机 它整个的制程 是非常落后的 而且能不能投入量产 还得两说 大规模量产 而且如果美国想限制 你也是完全可以限制 因为有些领主件 你也拿不到 所以这些都不太现实 所以说这些设备 到时间内走到这样的 一步的情况的话 整个中国的难度 会非常非常大 它对整个中国社会的 影响和冲击 对吧 各个方面 就是从里到外 比如说 咱比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的芯片做不了了 那你就可能没有办法去支持俄罗斯了 对不对 那俄罗斯可能就是快速战败了 当然这个是得到明年 当然可能那之前俄罗斯又垮了 我只是举这么一个例子 是不是 你没有芯片的话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俄罗斯很多武器要生产的 对不对 包括你要想去动台湾 你的武器根本就不行了 没有芯片 你怎么跟台湾对抗了 不要说有没有美国支持的台湾 这些武器你都对抗不了 包括在中国国内 你要大规模的去针对民众 监视民众等等的 他都需要大量的芯片在里面的 这些东西你自己做不了的话 怎么办 对于整个维稳的控制力度 也会大规模的降低 对不对 包括出口 刚才我提到了 其实中国的成熟制程领域的 这些芯片出口量还是很大的 如果这一块不行了的话 它还会导致大量的民众的失业 而且就中国现在想摆脱这种经济困境 现在整个中国的经济状况是千疮百孔 非常非常的困难 想摆脱这种困境 它就得需要生产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 你比如说一些家电 它里面都是芯片这些东西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你就很难做出高附加值的产品 你就很难 对吧 把整个经济拉动起来 基本上就是进入到了一个非常落后的 那样一个状态之中了 包括这个事情 我们也看到消息 背后是美国在强烈的推进这个事情 你就可以看到美国的他的这种决心 这点本身也会让习近平非常的紧张 对吧 沙利文来了 对不对 你不要看他表面说挺平和 人家该干嘛 还是干嘛 我一直是这样一种观点 这些年走下来 对吧 起起伏伏的对于中国的这种打击和冲击 是越来越巨大了 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 所以说这一切的一切 最终他就会使整个芯片没有了 那就等于说是整个中国的外交也好了 国际形势 包括中国国内的科技 包括中国国内的维稳 经济 就会受到一连串的打击 这次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 像我刚才讲 他还有明确的时间点 今年年末 而且时间非常非常快了 而且他这个是非常致命的打击 是在维护和维修这边下手 而且是光刻级 大家想一想吧 这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说整体上对于习近平的这种冲击 最近这些事情也很多了 包括像什么砸锅卖铁这个事情 谈起砸锅卖铁 我突然想起另外一件事 就是这个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习近平一直在说 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但是下面的人 就是要砸锅卖铁 砸锅卖铁 这都是冲击 整体上 就是先走时间点走到今天 对于习近平来讲 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好的消息 往后肯定陆陆续续这些消息 一个一个跟进的话 对于体制也好 对于中南海也好 对于习近平的打击 都会非常巨大 那么最终的结果 会是怎么样呢 咱们一起慢慢看 这集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节目